晚上看到了一张网图 它是那种很老式的奶油蛋糕 最关键的是什么 它上面的鲜花是用奶油做的 所以我一下子就去网上买了 但是我买的好像稍微有点大 所以这一期的主题不是试吃这个 怎么说 这期的主题就是提前给你过瘦 给你过80岁的大瘦 我觉得蛮合适的 也就提前个几十年吧 是吧 我觉得今天很合适 首先我们要有仪式感 先给你戴上这个 瘦帽 差不多就这样子戴好了 然后我们来点蜡烛 接下来就是你的瘦宴开始了 我为你轻唱几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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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一下 吹得好吹得好 终于到了最关键的环节了 我们开始切蛋糕 我们来先切你的份 因为你岁数太大了 老人家不能吃太甜的 我就给你切这么一点就够了 可以可以这是你的 哇给了你这么多 接下来是我的 我就少吃一点 你看我真的吃的太少了 哎呦 我也太懂事了吧 哦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忘记跟你这个老寿星讲这个祝福词了 祝寿词 呃我祝老寿星 就是祝你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 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红包呢 在我们这边习俗 是寿星会给我红包 没有红包是吧 那头臂吧 也行 先吃下这个蛋糕胚 嗯 哇 真的很传统了 或者说很省钱了 它这个就是海绵蛋糕的那种口感 绵绵的 然后里面放了一些水果罐头的果丁 嗯 但是吃起来还是蛮有幸福感的 吃下这个花 它这个花呢 是那种白拖奶油 就是是比较硬的奶油 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哦 哦 这一口快要腻到我了 但是还没有腻到 这个蛋糕整体吃起来真的是 吃前面一两口 三四口 都是挺满足的状态 然后 现在我已经不想吃了 但是这个口味很正宗了 它纯正道就是 像是狗屎坛里面不含糖的那种感觉 就很纯 娃娃脸蛋糕 我记得我小时候买的时候 哪里有这么厚 小时候那个馅 就里面这个奶油跟纸一样 现在是怎么了 到了中年之后就是会发福是吗 而且感觉它好像没有 我小时候笑的那么开心了 笑的有点勉强 还有它怎么嘴角多了颗痣啊 为什么不去点掉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没泼饼 但是中间这个馅也太过分了吧 多了这么多 还是那个味道 就是那种很原始的甜味 然后没有别的 掺杂的别的味道 它的甜对于我来说还蛮甜的 但是如果对于爱吃甜的人来讲 就不怎么甜 它的甜比较相对论 它的甜比较薛定饿 它的甜是那种 书婆爱得的小龙都没有你甜的那种甜 就它的甜是因人而异的甜 但是这个饼有个败笔 就是它中间的线太厚了 吃起来很腻 就有一种迪迦奥特曼不去打怪兽 而是在那边烤香肠的那种感觉 大材小用 牛逼烤吃 好了 那必须的 谁吃是牛逼 越吃越牛逼 丑牌的就是牛逼